快 快点 接一下 干啥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这是你们呢 爸 回来了 爷爷回来了 那什么 这不向东马上上新学校了吗 我先早点过来让他睡一下环境 我这边还没说通的 你们就急忙搬进来 那志文怎么想啊 爸 我们就睡在那个客厅那沙发就行 我们耽误不了志文 爸 如果那志文实在交代不了 那就我们再搬回去 没事 反正就向东多造点醉呗 那 爸 那我们 那就不为难你了 我们再搬回去 既然搬来了 还什么往回搬 就往里搬吧 爷爷 你靠我道题吧 不考了 爷爷自己都不豪气 你去考我一道了 不考了 你爸妈帮我考了 哎 隋大 那个人家装球队说了 得先交定金 交完定金人才给派人呢 那就交呗 还犹豫什么呀 那交完之后人家不退了 不用退啊 我不是怕出岔子吗 你放心 没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明天按时开工 好 之后回来了 什么意思是这 有点乱 自己找地方坐 有点乱 这玩意回来了 哎呦 你这回来真巧啊 我这饭一做好你就回来了 来 赶紧吃饭 什么意思 那个 我们先搬进来 熟悉一下环境 那个 你要是嫌乱嫌人多 要不先住小平房 小平房我都给你收着好了 我哪都不去 不是 那行 那先吃饭 先吃饭 吃饭 爸 向东吃饭了 爸 吃饭 是不是志文回来了 啊 进屋了 一回来就跟我们吵 我让他吃饭吧 他可能是在外面吃枪药了 你也冲我们嚷嚷 爸 志文说话就那样 没事 那个 您志文研究生毕业 现在也看不上他大哥了 你说这 哪能看得上一个修水管的呀 快吃饭吧 爸 是怕店里怕饭哪 你干嘛去 爸 吃饭哪 溜弯去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我说怎么了我 我说话还不行了 就就这么地了 赶紧吃吧 吃什么呀 这乱七八糟子 我先把他归着 老牛啊 有心事就说说吧 说出来就舒服了 你还有烦心事 这全小区谁不知道 你们家孩子好 笑笑你 那个志华 您赶紧来吃饭吧 我 我 我呢 行 喝个坏了 喝个坏了 我先去 我吃完了 吃完进屋写写写写 OK 好 给你 这是 给你 你给我打电话了 崔岑 不是那个 装修队的钱你交了吗 交了呀 怎么了 不是 现在装不成了 我哥他们搬进来了 谁让他们搬进来的 谁同意的 那我怎么知道啊 反正现在是没法装了 你赶紧把装的这钱退了吧 退什么呀 我这定金都交了 人家说了明天就派人过来 不是 我是不是 你说的肯定没问题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 你这一直就占着线呢 完了完了 这钱肯定收不回来了 不是那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这么快就搬进来了 连招呼都不打 行了吧 他们压根就没打算 让咱俩结婚 你说这玩意儿咱俩算了吧 这人太累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太欺负人了 有点这个 哥 哥 发发 不是这饭你们吃下去吗 怎么了 挺好吃的 还挺好吃的 你有良心吗 你还有胃口 不是 我这马上结婚了你们折腾我 你跟我有仇啊 周文 你怎么这么说你哥呀 你结婚多大的喜事啊 我们还准备给你包一个一万块钱的大红包呢 这 我不要什么红包 什么红包啊我呀 我要这房子 爸不是说了吗 那平常跟你结婚用 真是想不通啊 为儿女忙活了大半辈子 老了老了 谁也没落下好 现在我这俩儿子都给我争房子 你说闹心不闹心呢 这家里头凡是出这种事 那就是你当爹子没摆平 我没摆平 对 那这事要放到你身上 你这么个白法啊 我觉得啊 谁都不应该去住 就你一个人在这住 把他们都哄出去 都没有 就不觉得自己亏了 这人哪 就怕是有人有有人没有 什么平房 爸之前这房子是答应给我结婚用的 这要不是你们从中间搅和 不是这房子我都开始装修了 我全是家具都订完了 志文 我跟你大哥搬过了这事 跟咱爸已经商量好了 那你结婚是大事 那咱们家向东上学也不是小事啊 你苦谁也不能苦了孩子 是不是 你那么有文化 你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 再说这房子 我们也没住你的 我们住的是爸的呀 不是这房子不是你们的呀 是爸让我们搬进来的 你们要不是忽悠爸 爸能同意吗 忽悠怎么了 忽悠也是本事啊 你也可以去忽悠啊 算了算了 我少说两句吧 这侄子考上重点中学容易啊 不支持还整天拆牌 不是 凭那孩子说事 你不就想占着这房子 你还等了不下话了 你骂谁呢 懂不懂规矩 周恩 怎么跟你少说话呢 你那说话越来越大越小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那等你说怎么说话呀 我把你们当这套 你们把我当弟弟吗 成天算计我 谁也算计你了 你们 弄得我现在连婚都结不了啊 自己没本事结不成婚 还赖别人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周恩 周恩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等了 等了 太不像话了 你今天我不教你 不知道谁是你哥 不是 你教训 来 来 你试试 你试试 我怎么试试 你还干嘛 你还干嘛 我怎么着 我以为你藏着 别看 别看 我干嘛 你这东西呀 满走廊都能听见你们吵架呀 哥哥没有哥哥呀 兄弟没有兄弟呀 我还没死就开始争房场呢 不怕人家笑话呀 要打滚就外边去打架 打死我 看不着心更近 你们不怕人家笑话呀 混蛋玩意 来了 呦 紫霞大夫 请进 请进 不好意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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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呦 孩子们都在 我不进去了 没事 你有事吗 就是我那个装修啊 明天装修队要到我家里来签合同 我呢又不太明白这些算账啊什么 我又怕他们欺负老太太 你能不能 明天我一定去 那谢谢您 不客气 您慢走啊 谢谢 慢走 这楼根本就不合音 这么超着也不怕人家笑话 家和万事性 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 这才能体现兄弟情 这可好 被打出人命来 我还没死呢 就这样 我要死了 说不上打成什么样呢 你妈在这看着你们呢 你们就这样朝能对得起你妈吗 老队 两块钱 这捡的什么玩意儿啊 跟狗啃的似的 这平头不都怎么提吗 哎 捡上这德行 你还敢要钱 哎 这 这不一开始说好的吗 说好什么呀 说好什么呀 信不信我抽你 你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我就不讲理 我 嗨 嗨 你抽谁 你没有父母吗 哎 交钱 交两块钱 信不信我敢抽你 交钱 不不就两块钱吗 给你 快 来 快 快 哎呀 什么睡觉 那什么这 嗯 你 吃 这 那么 爸 你还没睡啊 妈 向东睡这儿 没事 挺好的 那你们两口怎么睡呀 凑合睡 你们三个人睡有房间 你我睡厅里的 别呀 要不这样吧 爸 让向东跟你到屋里睡 我俩在这儿睡 行了 就那么办吧 那 那 我不客气 那你客气什么呀 爸这儿合适吗 别惹爸生气了 赶紧进入睡觉吧 快 赶紧 给你枕头 软火 去哪儿 有wi 崔散 你放心 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解决的 房子的事如果搞不定 你就别嫁给我 牛志文 血书 你怎么还不睡呀 明天一早上班呢 赶紧 睡不着啊 你说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这第一天嘛 难免有点不习惯 这什么事吧 都有个习惯过程 习惯就好了 这事吧 我就觉得总是有点那什么 这不得劲 这有什么不得劲的呀 你看咱爸多好 把自己房子都让给咱们住了 就说明咱爸已经默许了 你知道吗 什么事 就怕是生米煮成熟饭 你说那 那志文能怎么着啊 咱已经住下了 这房子一百多万呢 咱那小平方才五六十万 亏了我脑子反应快 要不然又让他给捡大便宜了 我是良心了吗 哎呀 行了 什么良心良心的 你别老良心大发现了 你看你弟下午 恨不得要打我 这年头有良心就得受人欺负 你知道吗 我赶紧睡 你别老动他了 他明天上学 那就是roll不来的 你会响 是想念你 又想念我 是想念你 就懒人闪 但你还这么说 好 你 游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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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